就是实验军的操作 他其实是为了封远距离GM5的枪线 把自己封住 可以让火匠疯狂的输出 对 不对不对 这确实是一个输 但是不打紧 Para Boy传烟 Para Boy最擅长的烟雾内的零距离 居然被火匠抓到了 那这样的话局势瞬间有了扭转 场上三支战队 韬婆两人 GIM5两人 XGRAVE剩下QBOY 这边火匠拉出来 看到了盒子 看到盒子的一个侧身位 我自己好像不知道 肺炎被带走 肺炎也被带走 越来越复杂了 火匠 火匠 但是这个独间呢 白猫 白猫出手了 打倒了考拉 这一分可以收到一锁三到底 是的 作为一个独牢 现在先把RST清理一下吧 对方在车上 同时 陶伯的火匠 雕刻白猫 三人一起把力带走了RST 还能拉起来 田地飞 田地飞不是田地龟 但是还是可以稍微跑一下 哇 还是被放倒了 火火中距离的抽马能力 其实大家也是有 也不够多的 这方法不好走 双枪手 火火跟咬仔 这个位置好 一枪 来了 其实我觉得方法斯 现在已经是有点 平常慢性死亡的意思了 他确实已经卡得很难受 而且下面耐德还能打他 你看耐德那个位置也很好 所以圈的快便 哎呀 咬仔这边两边开花 再打掉了 赶紧的枪影 中间的一个是被拔掉了 北茲茲也是很难 跑这些枪线 跟枪 哇 海军在港独 陶伯这一场已经 龙几三打把拿到九个淘汰了 第十个淘汰也来了 这把可以提前恭喜陶伯了 确实 4M只剩下一个耐德位置 而且已经被锁定了 昨天建哥教我的 一穿四 一穿四 今天我要来一波 复刻 这波真能一打四 我把这个显示器吃了 四十发子弹 四十发子弹 你能秒我啊 三条 哎呀 是恭喜涛博 拿下这一句的蛋糕 恭喜涛博